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7日,这是第二场,读报点评节目,接着谈更多的消息啊 一条是,上一个节目只讲了一句啊,没有讲完,就是在疯狂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我认为这篇文章讲的还是比较实在啊 他讲到什么呢,苏州舰,台湾海峡协差拦截美舰 台湾专家怎么讲,大陆海军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怎么讲啊,作者是两岸防务评论 他说近期中美双方在台海的脚量引起了诸多讨论,就在最近 媒体都已经曝光了,就关于苏州舰拦截美国海军中云号的事 这个确实够大胆呢,视频显示苏州舰在美军中云号前方只有137米的地方窜插呀 直接挡住了航线,这个确实是避了一下,很危险啊 最后说是在加拿大巡防舰指挥官的体型下 说赶快改变方向,赶快! 不断变方向了啊,以免和这个输入舰撞 如果不改变就撞上,他说从当时的航向来看 输入舰基本上是用舰手逼近的方式促使美舰改变方向 那谁下的令,那肯定是中央军委下的令,对吧 中央军委谁下的令,肯定是习近平下的令 倒不是说在现场下的令,在这之前就制定好方式政策 他如果敢来就撞,那撞打仗怎么办,打就打 这很大的事啊,暴露了习近平,现在求战心切 他为什么,我认为他是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啊 现在你可以看到,就连高考试题都体现出内斗了 你想斗到什么程度啊,的确应该斗他 因为他干了十年,十多年,还终身制了 给中国搞了一塌糊涂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如果撞前事故真的发生了 中央军号会整个撞进输注舰的船身中央 那你驾驶员,有点船上的人员就可能糟糕上网了 倘若防止撞撞,撞击输注舰船 船舱部分会因为船船的魄力涌入大量的水 船失去动力,后果是很严重 这不就整个送死了,对不对,完全可以避免呢 现在还不是战士,就是挑起战争 说后果十分严重 这篇文章讲啊,钟云号也不可能姓名 其箭手的雷达和箭手的冲脚 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不过呢,这样的状况已经不是一次发生了 说同样在南海附近,美军的马斯廷号驱逐舰也曾被大陆的船艇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拦击 那么严拦击的原因是什么,他这里讲的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 他说呢,其实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想,他要借这个举措告诉美舰 美舰前往海域的大陆方面所有的,是不允许进入的 是我们自家后院,对不对啊 说不过在美国看来呢,美舰是在行驶自由航行圈 这不是你家后院,关键在这里 看见没有啊,也就是这个分歧,这个矛盾没解决,将来还会发生啊 那素云卷对中央好好进行拦截,是得干涉美方的航行自由 就各讲各的理了,所以双方认知的差异性相当大 作者认为啊,这是近年来美方一直寻求和大陆方便进行沟通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还发了很多图片说,但很显然美国并不认为,并不会因此收手啊 就下一次美国还有这样,再下一次美国就不一定躲了,那一定要冲突了啊 那就等于说要打仗了吧,对不对? 说为什么说战争就要闲上,去死这样 他说,未来美军依旧会来南海,行使所谓的航行自由 大陆方面呢,大概还会同样的方式对美舰性拦截 而同时双方重建军队,高层对话会也想继续进行啊,还想继续对话,去研究这些问题啊 那这篇文章应该讲,已经讲得很清晰了啊,预测着未来的形势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另一篇文章 也就是政治局开会的事啊,政治局已经,呃,他这篇文章讲了一个事实,就告诉大家有什么解释 但是我认为在原因方面啊,他,我给他补充补充,我到我里补充,对不对啊 我也不是简单的服数这些文章,要服数就没人看了啊 他说,随着中共对信息的管控,中央政治局24位最高权力的人物 会议声明次数介绍了,现在有的会议是不报道 你看,有时报上半场,报下半场,上半场不报啊 有的是根本都不报,呃,这个受到投资者关注的,观察中国信息渠道的,正在受灾了 就很多人想给这种投资啊,怕中国出事,肯定看政治会议 包括看我这节目很多次上的,我都记得好多邮件啊 他说他看我这个,看了好几年了啊,多亏我给他提醒,他没出事了 当然就客气了,倒没有那么大作用了,肯定有些人看 他说,有学者称这一现象可能代表了中共高层中新的权力结构啊 他说,彭博社周二6月6号报道了,自从习近平在2022年10月打破协力,赢得第三个任期以来 中共决策机构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发声音,世界是什么呢? 是2022年11月23年的1月和5月啊,这个我在上次节目已经讲了,我再提示一遍 但在习近平过去十年期内,一般大部分时间都是报道的 那么为什么不报道?这篇文章讲,目前不太清楚证据 是否没在这三月召开会议,或者是因为他讨论了不想透露敏感问题 有时党会在数月甚至数年后发布习近平的讲话的文字记录 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 他说,法国的外贸银行亚太首席经济学家叫埃西亚告诉红国社 无论是数据政策决定,还是官方方面的沉默 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人们不知道如何区分谣言官方政策 要我看就最近多看,包括我在内的自媒体 集思广益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官方背景 我们也不可能拿着别人的钱说瞎话 每天就凭良知和良心很真实的讲这事 而且也不是我们聪明,是因为我们有的是世界 也就像你做生意,整天就研究股票一样,肯定是会炒 我不会炒,也不会做生意 他就每天研究这个,研究署门道来了 是有规律可学的,我要告诉你们 他说呢,就目前而言,投资者只能猜测 习近平中央政策讨论什么 看来这个文章主要是针对那些做生意的人 他说澳洲悉尼麦考瑞大学 有个中国问题研究员叫聂林超 他说呢,王小的时候 政据会议的报道似乎发生了变化 尽管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证实这一点 王大了讲,他反映一种全新的行使权力的方式 很遗憾,他没讲到方式是啥方式 我猜测啊,你们认为对不对 自从这六下人上了以后啊 都换上自己的人马了 都是自江新军,浦江新军,清华系等等的吧 还有后宫派 后宫里边还分彭党和这个习近平的弟弟的派系 很复杂啊,因为中国这个权力结构确实很大的变化 那么他们怎么领导这个国家 以前是什么有李克强,有对立派的时候 证据有规定啊,就是不能私下拒绝 只能开会研究,这是作为一个纪律啊 特别大的纪律啊 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了 现在是什么领导呢?我猜测是什么 就是靠这些私下场合的聚会 喝点小酒 主要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肯定天天晚上有饭局 都是他圈的饭局 那习近平招呼谁,谁就来了 一边喝点小酒,一边吃了饭,一边聊了天 他们过的时候还舒服点 我能想象 省委书记省长不都这么生活呢 各有各的圈,到晚上吃饭 书记有书记的企业下白手套 市长有市长的白手套 各个省市,东北全都是这样的东西 越小的城市越厉害 大的啊,有所顾忌啊,怕别人说啊,偷偷摸摸的 小的你像县街市呢,全都是一粒集团 一个圈套的集团 家族的,亲戚的,三亲六部的,裙带关系的 这个花钱买罐的 这酒,声色全瓦,各有盛品 全是在那里,没有在办公室办公的 办公室那都是假扯袋 就像那个,今天长沙那个讲的 就是给人看的,自己都笑了 就在圈子里最办事的 就是办什么事 人事的,资金投入的,招生引资的 分红的,反正有利的 全是在这圈子里 吃饭的时候,几个人,是吧 你比如市长吧,最喜欢王老板 那王老板就买单,给他准备好好的 在一个酒店里边,到了晚上 最好的红酒 全是在哪里,他都能吃上 最好的山珍海味,飞禽走售 最好的声色圈吧 最腐败的故事,最漂亮的女人 最好的相报 真的,都是这一套东 他那个顺便就把事就办了 你比如说,见着高速公路给谁不给谁 那找着定了,上了办公室 办公室,那就是盖章就完事了 领导回去告诉,明天 刘厨长来 你就给他办就完了 秘书就跑腿了 下边那些部门,什么厅级,处级 客级,多少啪啪盖章了 能垃圾就垃圾一点 如果大领导,他也不敢垃圾 对吧,习近平是一样 所以他肯定是不报道 并不表明他权力失控了 不是,他现在就是,为什么他 就国家走偏,就在这里 你看现在所有的事,内政外交都搞得非常危险 就马上就,正好就开战 沙月,全是这些犯局说了算 都哄着他,都围着他 有的时候可能和李强在一起 有的时候是其他的人 李战叔 过去的人,随时到了 反正他有这些权力,一定是这样的 我认为,所以很不正常 这恰恰欲似 动荡的时代来练 这也好就加速了共党的夸胎啊 和以前的议事,日程完全不一样 不是李克强,那时候还有对立派 他不得撞着斑斑斑的 私下不能下议论,咱们开会解决投票 看了随多随少 随着权力的passion 最后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现在对立派全打下去 全他自己这些祸人 所以这个国家已经是由 一党执政变成一人独裁 一人独裁又变成什么 又变成了这个西兵的帝王制 往这方向发展啊 所以他这个整个这社会 现在出一个动荡当中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怪事都出来了啊 你包括你内斗,为了内斗的事 你要配合得很好啊 你要刚把这个逛街的国企总经理啊 领着小三逛街的事 其实他女下属 企业都这样嘛 总经理,董事长权力太大了 那肯定手下女人也顺从于他 是吧 你也不能推断就是小三 就是过于密切 领域上大街招摇过 是守起来的时候 也一致是他女儿的时候 结果是 是这个这种事啊 肯定是 这都挑起内斗 这都西云新时代 乡江雪战 你看现在雪战多少 昨天又发生一期 是吧 也是长沙 驾车,冲撞 不确定群体 又死了不少人 什么原因 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社会 就会产生两种人 一种自杀 比较 就是说 比较弱弱 就是说 也比较 这个 这么内向啊 也比较善良 算了 咱也斗不过人家 干脆别受着罪了 永远没有出头死了 我身边都有 这些遇到遇到 有人讲说 大哥咱这样 从小就草民 蚂蚁啊 从小 山东人 杀人犯出事了 说咱们活着就是找罪啊 死的也好 枪毙的也好 大哥 就是 子弹打疼不疼 我说打那瞬间 我也不知道 我没经历过 我估计不疼吧 你一不知道就死了 哎呀 早点死吧 大哥 一点希望 真的 有的时候他一听到说 有可能不给他判死刑 大哥 我看你行 将来混出油 我给你开车 你看 我和你这一体天气 我看你太好了 咱以后就是你 就是给你服 头脑很简单的人 你看 很可怜 很可爱啊 这是一种 就踏上不归路 天门山相约自杀的 还有一种 就刚才昨天讲的 长沙这样的 我和大蝶那个理发师啊 可这么死了 也不让你们好 管你了 我叫你 这个出事 报复社会 他报复你 人和他还不是害他的人 贪官他也找不到 就是 就和杨家不一样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就是出卖良知良心 和中共高队 就像长沙 发生在长沙 就是这些官员 两面派 表面都是忠诚习和性 你讲的对啊 哎呀好几百年 诞生这个人才啊 你看这些理书里 全都是这些人物 私下 谁不知道共产党 是个什么东西 还为人民服 他们自己都笑都不行 都差气 狗嘎笑的是吧 这一笑 笑说什么 这个正确是多么脆弱 你还和美国打仗 你一开战以后 停不了40天 人家 萨达姆最起码 还有个古兰京凝聚地 你这啥凝聚地 四三逃 对不对 你这小儿子一看 就李强都跑了 最后就是自己了 那你就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钻底洞了 是吧 所以内斗啊 现在也体现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 你看这个疯狂网今天配合得很好 与女子牵手逛街被拍 国企总经理被免职并接受调查 你看马上就跟上去了 这都精进策划的呀 在石油系统打击政敌 打击人的悬水的目标 然后你拍摄 你这会儿拍摄 拍摄 咱给他炒大一点 给他搞臭了 然后再马上给他换下来 咱自己人马上去了 西医庭人马上去了 对不对 你看怎么样 饭局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 你推荐小兄弟叫他来吧 小兄弟跑来了 哎呀 西路级 能见到你赛数勇心 泪流满面 就是这个补德补味的 是怎么样 你看 给你找个地方 这个宗世华 叫什么 环球项目换人了 哎呀高兴 谁有这个项目不高兴 你有这个项目 你那些下属都为了你赚 你愿签手就签手吧 胡作就走 中国就是个体制太了解了 你说是不是 你签手的女孩也不是真心的 那怎么办 是不是 签一签嘛 反正也不吃亏 是不是 这个女孩长得确实挺漂亮的 你想她俩这确实有点 暧昧啊 这是另一个 还有上个节目没讲完 有很多的生理长生一个普及 就是这个今天有开索的笑话 在推特上的 我不去服输了 这属于个人隐私啊 其实这个开索私听了这个消息以后 就只能想到小女孩太不懂 有些事不懂 生理也不懂 应该赶快找医生 她就给个电话转给医生 发生一个事 搞不好会出事了 赶快到那个地方 门牌号 赶不去 还不要生长 结果都放在网上 这很不正常 就中国这个社会烂套了 真太吓人了 你看哪有什么安全感啊 你在看今天这个疯狂网啊 有很多的这个报道啊 这个你看 为了体现人民群众用户警察 今天疯狂网也开始搞正面宣传 你看警车被撞 群众合力救出三名被困警察 因为大部分是警察出事 老性蹦高挑 说是他乐坏了 现在找一个找个反过来 这说明什么极度恐慌啊 知道就是警民冲突啊 造成的老百姓民远沸腾 怕下一步大战来的 带路党多 就开始搞了宣传 这越宣传越没用 你跟加拿大什么时候 还宣传这些事 没有啊 就事求是 就是说政治体制的原因啊 司法独立的原因啊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企业家也不安全 就王建立的企业出事了啊 这是很大的事 在上海法院 冻结了中国最大地产商 万达商业价值 2.78亿美元股份啊 万达企业 我这非常了解的啊 他之所以把总部签问上海 就是因为他靠 贾庆林啊 对不对 他原始靠薄协来在大连嘛 后来他发现薄协来容易惹事啊 王建立的很聪明啊 他在巨国观察 他在上个世纪早早 他就开始设置隔离带了 就又纵容着虚名 他和王建立就淡化了一点点 或者说王建立和他也保持一点点距离 就导向了这个 这个贾庆林 贾庆林喜欢这个美术啊 就是书法呀绘画收藏这个 说他收藏的这个美术作品最多贾庆林 就这个现在价值的这个价值连产了 王建立做了很多工作啊 这就是秘密啊 所以王建立这个企业 由于他涂上了内度的色彩了 这习名不可能信任他 真的 多可以可能贾庆林给他说情 反正有一段时间就放过他了 但是并不表明他未来安全 这种政治体制就是这样 抛弃民营企业家是 就是像翻脸又翻书一样啊 一瞬间的事 现在出事了 出个经济问题 你看上海家法院冻结 为什么冻结 被冻结的股份呢 那个主体就是万达商业管理集团 说中国企业信息查询系统天眼查显示 这篇文章是美国真音报道的啊 这很大的新闻 日期是为周一6月5号的两份法院通知书 总价值为19.8亿美元的股票 被勒利冻结到2026年6月4号 法院的命令加剧了万达集团的困境啊 他本来就是很困难 现在哪个企业不困难 所有的民企业都困难 你看那个许家印都没有了 到底哪去了 郭文贵也抓起来 跑了也抓起来 是吧 这个肖建华在监狱里 还都待十多年 吴小文也在监狱里边 一声没有 徐祥放了 他检条命 老爹离活了 现在也没声了 还有那个叶简明 死活不值 还有车封 那个案子都办了八年 到现在公布 等等等 您知道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寒动正在积蓄啊 你看这边文章讲 他说法院命令加剧了万达的困境啊 子公司珠海万达商业集团股份影响公司在香港首次公开梦击的事件 还款压力和贫瘠下调命令的不确定性 就是钱不行了 钱少了 对不对 只要是薄熙来是总书记 是细菲这个角色 那王检林肯定是可以这样讲真正的事 毫无疑问 你看他这个企业的发展不就是什么 刚开始房地产 因为薄熙来当时招商引资嘛 他正好在王检林想个 在这个西岗 西岗是经济增长点啊 他在这个金县陆军学校的时候 他就善于和这些官员打交道 就属于这个学校里边的 军校里边的做公关的 很会来事啊 他这人很会说话 就是这样讲嘛 属于那种很会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也很会利用别人的 所常被自己服务啊 你看他用那些助手一个一个都是我熟悉的 刚开始用张静 张静副总经理 这个助理 这个大林日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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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女记者是吧 他的助理 后来张家树嘛 张家树完了 还有那个施雪青 我都太熟悉了 我和施雪青还住邻居 我那时住 刚结婚 住的房子不好啊 和他一起上班都一起走 施雪青是助学能源 后来也是写的东西啊 诗写的也不错 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估计可能钱都挣足了啊 这些人 还有老吊是吧 等等吧 他很会用人 有他的一道 但总体上来讲 我认为他人品还是不错的 他就是 不起来这个事 他也没落井下石 他和有些人不一样啊 但是他也和 后来他在宣传方面 他也是切割 甚至传出他 平时顶撞不起来 那是胡扯 他什么敢说顶撞不起来 不起来多霸道啊 顶撞找给他整整了是吧 怎么可能给他生意 我要讲的是 就是习近平 现在扶植的是什么 宁德时代 是他自己的白手套 他不可能再重用他了 所以他不支持他就完了 大环境一恶劣 你就自不敌债了 钱就没了 对不对 这边我们讲说 标普全球周一将 大脸万达集团 商业管理集团的评级 从BB加下调到BB 理由是呢 七亩公司的流动性减弱了 就是钱不多了 不像赵本山长不差钱 现在差钱了 对不对 你看是标普表示 由于珠海万达IPO的延期 我们认为万达集团 融资渠道收窄的风险增加了 万达商业的子门公司 万达地产集团的房地产销售 低于我们的预期 该集团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你预期说是他恶化 不是说是西域领导下 整个大环境的恶化 都一样 责任不在房间林 这篇文上讲 作为申请在香港 首次公开幕府的一部分 中国证券监督员会 上周周五要求 珠海万达提供有关 公司治理及内部 控制运行情况的更多细节 你再提供 你也没办法 大环境你改变不了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新闻 刚才讲到了 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 以及中美的角力 这一两天 美国的动作也很大 布林肯 这个是也在到这个非洲访问 到这个中亚访问 那么今天美欧之音呢 这个刊登了这方面的文章 还有法广也刊登了文章 那么关于俄乌局势 俄乌局势给大家介绍一条 就关于这个炸坝的事 那么今天心头壳的报道 证据曝光 俄军炸水坝前 曾刻意观炸生水 就到底谁炸的 现在互相争议 我看台湾的电视台评论 也分成两派 有一派是讲俄罗斯 大部分都说是俄罗斯炸的 有利于俄罗斯 但也有的人发表评论 认为就是乌克兰炸的 我们看这篇文章他怎么讲的 他说路透社早前的报道 自俄军控制新卡卡夫卡水坝以后 以军事目的为主的操作 以数次导致附近地区洪水持续不断 说尽管乌克兰方面 未能确诊俄军在与大坝的行动 但5月时已经有俄能源官员透露 大坝有被创纪录高水位淹没的风险 网上流传的卫星照显示 水坝被炸以后 被炸以后 滴尼百合下游水位大幅上涨了 如果持续下去 赫尔松地区的大片土地 恐怕就被淹没了 目前大坝决体导致高达80个村镇被淹 大量披靡流入失所 如果俄军真的是摧毁大坝的凶手 据日内瓦公约第56条 他规定 水坝提坝和发电站应该是民用设施 不能成为攻击的目标 战争法又战争法规 似乎俄罗斯又犯下了一宗战争罪 这篇文章讲 他说与此同时 有报道称 住在迪尼百合上游的新卡夫卡水电厂大坝 有极大的可能是被来自斯塔夫 罗伯尔地区的和布琼诺夫斯的俄罗斯的一个 205机械化旅第一营杂号 就他们搞的 而下达这个命令的是该旅的指挥官 叫马卡列维奇 这个在战后肯定要最有责任 说乌克兰总统顾问叫波多利亚克发表声明 说乌克兰情报警掌握了有关 就是这个205旅他犯罪证据 调查资料掌握了 他说新卡夫卡水电站已经完全摧毁了 命令恢复了 这个恢复的很长时间 麻烦了 而该水电站的爆炸可能让武装部队做些微的 一部分调整的反攻计划 反攻计划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但也有很多评论员讲说乌克兰早就做好准备了 也有说是乌克兰干 谁知道了 但战略上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甚至会激励乌克兰武装部队 达成让俄罗斯区内社完全撤出乌克兰愿望 这是今天海外万维网的篇文章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王丹这个事 王丹现在成为中共盯住的目标了 现在出了很大的事 也就是清华大学 就是台湾清华大学给王丹停职了 停聘了 总统府辞政辞职 蔡英文推动性性评修法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因为有的时候台湾的媒体讲话都是文言文 鼓里鼓气的 不是那么通俗 民运人士王丹被指控性骚扰 按以后台湾清华大学今天又讲了 社会学研究所日前召开评委会了 决议停止聘请王丹担任助理教授 他原来是社会学研究所的兼职客座教授 助理教授 原定今天9月他要上课 给学生们开课 上课的提供是从韩战到六四 以前有这么课 说当代中国重大历史世界解析 他开这么课 结果也停了 这里还有一张王丹照片 王丹是活跃的海外民运人士 如果中国将来民主化以后 因为他的年龄、资历 可得取得这些名声、知名度 有可能将来会成为一个中共政权这样一个 灭亡以后 有可能通过民选的方式他会上来 有可能 这在看当时的情况 所以中共是很害怕 说王丹是因为被台湾移民理性的男子指控 说他9年前的事 那这9年你干嘛 是不是 我是不太相信 我跟你讲 说他强吻了他 姓骚强暴未遂 实在是非一所思 真是有趣 进清华大学讨论后 决议不再续拼 清华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竟然当回事了 说由于王丹没有在限期内 对李姓男子盗窃 李姓男子今天到台北的地监署 对王丹的行为提出了司法控告 这是法国的报道 罪名是强制性交未遂 她不是女性 是王丹从10年到17年 曾担任台湾清华大学客座助理教授 说清大去年9月到今年1月 在邀请王丹担任社会学研究所的兼职客座助理教授 才是助理教授 原来要在今年9月要开课 他要给学生讲课 他学生还有很多从大陆来的 以前我看过这报道 说但爆发这个事件以后 清大决定不再续拼了 背景是什么咱们不太清楚 我才了解我没去过台湾 我好评论 我只是给大家 告达有种消息 另外台湾这一连串性骚扰事件 叫MeToo联合案报 一半都是女人控告男的 管辖的台北市政府 已经就民进党的有关的八个骚扰案 行文要求限期恢复 将依法展开处理了 说被爆料性骚扰是女党工的前小英自有会的全国总会长 也是现任总统府的资政 言之法 昨天原本对检举她的女党工提出告诉 但随后发布声明 不但撤诉了提告 还辞去了总统府资政的职务 原来她这个题目给这事都连在一起 读起来很难懂 其实通俗点好 对吧 由于台湾这一大串滚雪球般的性骚扰事 事件的焦点不在于谁干了什么坏事 而是素来强调重视女权 维护性别平等的民进党 在内部爆发性骚和性侵事件 女党工向主管反应 竟遭到默色和痴爱 那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影响民进党赖情得上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太懂 反正是你看川普也是 要选总统了 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一个女的站出来 当年的骚扰我 那你就四十年三十年干嘛 我是不相信这件事 你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 讲不清楚的事 对不对 哎呀 这个东西这是都是个案了 不好评论 总之吧 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热闹 你淋人脸换乱 这说明什么 凡是有志于将来 你成为政治人物的 你把我现在搞这些民运的人 做好思想准备 如果有一天中国民主化出来竞选 中国这个国家大洋 估计会诞生很多政党 很多人竞选 竞选那时就会互相指责了 包括现在做些事 人家都给你拿出来 某年某月 怎么怎么样 这时候你就考虑好 如果你有瑕疵 你最好就不要站出来选举 对不对 作为一个普通人 没有人去 去你当回事 你要是接着掌斜 随即指控你这事 是不是 所以这还是跟政治 我认为 或许和政治有关 也就是什么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 消耗你的精力 让你陷入这个麻烦 当然了 要从事政治的人 有这个系列素质 有这个应对 也不太在乎 你看川普 每天都应对这些东西 这非常有趣 这篇文章讲 她说 台湾总统蔡英文 昨天再度向社会盗窃 蔡英文是挺虔诚的 总是盗窃 小女子 她说也没有对象 也不结婚 这好一点 确实牺牲不少 她已请行政院长陈建仁 带队行政队 针对三个方向 进行整体机构改革方案 一个是参筑国际法 制定性骚扰样态之一 来做职场校园等环境的性贫标准 及性贫教育的参考 要教我看你 你这没看上人家 看上人家 你就不这样挑剔了 是不是 你看年轻人不都这些事吗 每天都话里胡说这些事 是不是 那么第二个是 重新解释现行性 申诉机制的实用性 在工作场所内部的申诉制度 无法有效运作时 强化或建立公权力 介入的外务机制 第三 跨部门进行性贫法规总检讨 提出修法 在立法院下 什么会议列为优先法案 哎呀看起来 这个词句绕来绕去真麻烦 是吧 要教我看 最好这世界就一种性就好了 是不是 就没有这些事 要不就世界实在是 这个太麻烦 不过那样的话 你这个人力怎么发展 怎么繁荣 怎么繁衍子孙呢 也是个问题 总之吧 一个实践实伪的世界 并无存在 需要这一颗包容的心 大家认为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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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